今年1月25号迫于美国的压力 德国政府宣布向乌克兰提供德制暴室主战坦克 并允许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暴室坦克 然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近日却表示 美国之所以向乌克兰提供M1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是迫于来自德国的压力 美国官员此番言论引发了德国的舆论抨击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2月27号德国政府副发言人比西纳回应称 德国政府没有就向乌克兰提供坦克一事 对美国政府施压 德国总理舒尔茨也从来没有把美国提供 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作为德国提供暴室坦克的条件 沙利文的说法显然令很多德国网友感到迷惑和愤怒 搞错了吧 美国从什么时候开始听从德国的想法了 所以提供坦克都怪德国 美国人可真聪明 难道不是美国向德国施压 非要德国提供暴室坦克吗 现在又没人愿意站出来了 美国把我们推到冲突的核心 等我们这里打起来以后 他们就把很多企业都撤走了 美国提供坦克全是迫于德国压力 那么以后大家都会说 全怪德国想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还是谈判吧 别把欧洲再次拖进深渊了 感谢观看